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四开云雾 你就是光 十四岁这年 我被拐进大山 可是没有人肯买我 年约四十的男人抽着汗烟 撇着嘴打量我 老李 你卖个小孩 给我是什么意思 被称作老李的男人汉笑着 谁说的 这个成年了 就是长得小了点而已 拉倒吧 男人眼光毒辣 这干嘛身材 一看就不能生 买了也是浪费钱 转变了村子 也没人肯买我 我松了一口气 本以为自己能逃过一劫 却意外听见 老李和他的同伙低声商量 既然没人买 干脆就将我弄死 埋在后山的无人地 我慌得不得了 趁他们不注意偷偷跑了 可是还是没能跑远 慌乱中我躲进一间破屋 屋里有人 是一个瘦削清秀的少年 走起路来一条腿有些薄 他比我高尚许多 你没打两仗 问我找谁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房门便被人一脚踹开 被抓走之际 那男生忽然询问 我想留下他 需要给你们多少钱 他没有用买那个字眼 最后 他用五十块钱买下了我 五十块 是他全身上下所有家当 我本就是孤儿 没有名字 周年安买下了我 给我取名周春乐 春乐 周春乐 我悄悄念着这个名字 在心底里开出一朵朵花 周年安也是个孤儿 他父亲进了监狱 母亲多年前和人跑了 是爷爷将他带大 可是一月前 爷爷也因病去世 我和周年安就这样成了彼此的家人 他不念书了 尽管家里的墙上 贴满了他过去得的奖状 可他坚持要让我上学 这座大山里没什么营生 他靠那几亩薄田 和上山摘彩山针来养我 我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放学后做好饭 然后蹲在门口等他 看着那道瘦靴身影 缓缓走下山头 伸一脚浅一脚的踏着夕阳 冬日到了 山路本就难走 再接了雪花宁无比 周年安上山彩山针时 不慎跌落山腰 腿伤更严重了些 第二天 趁着周年安没醒 我背起他的背楼 偷偷上了山 还好 一天下来 背楼里几乎装满 我哼着小曲回家 本想邀功地和周年安 看看我今天的战果 然而 进门后迎来的 却是周年安的一把掌 他 我拎着背楼 愣在了原地 哥 谁让你上山的 他红着眼看我 你知不知道山上很危险 他看了我很久 深呼吸 去院里站着 想明白了再进来 好 我裹紧外套 默默退去了院子里 法战时 邻居家的女孩刘多多 从隔壁院里跑来找我 而我盯着她的腿 她的情绪 究竟是难过还是难堪 只见她勉强笑了笑 脚崴了 走路有点不舒服 话音刚落 隔壁院墙上 忽然冒出了 她递流之欲 那张胖乎的脸 她笑着 没梢挑的老高 姐 该辅导我学习了 她故意将学习二字 咬得极重 邻居家祖孙三人 是村里首富 但留老头子重男轻女 孙子胖得流油 多多却骨瘦如柴 平日里身上还总带着伤 多多表情一变再变 最后还是 聂如这应铃声 她将从家里偷来糕点 往我怀里一塞 转身慢吞吞地朝远外走 走路时 两腿分得很开 姿势有些别扭 不知为何 夕阳拢着她的背影 莫名有种与年龄不相符的落寞 那次之后 周年安的腿伤更重了 走路时也比过去要更薄了些 冬月初期那天 周年安带我去了一处土坟前 没有墓碑 只有一泼黄土 她蹲下身 扶着坟上落雪 神色温柔 我不知里面埋的是谁 没敢出声询问 直到她主动开口 她说 其实我有一个妹妹 她很聪明 很黏我 也很好雪 在她身上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尽管才八岁 可她却不止一次和我说 哥哥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走出这座大山 可是 谈到难以其齿处 她忽然哽咽了起来 深呼吸过后 她才再次找回自己的声音 有天我感冒 她心疼我 便趁我睡着 独自背着我的背篓上的衫 结果就再没下来 浮了雪 周年安在坟前洗地而坐 掌心在坟土上轻轻拍了拍 她被发现时 以葬身狼腹 连个全尸都没落下 她说的平静 可细细去听 每个字的尾音都发着颤 我也终于明白 那天她发现我独自上山 为何会气得厉害 过了很久 她转头看我 所以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供你读书的原因 那天你贸然闯进屋里 我看你的第一眼 就觉得像是小妹回来了 周年安说 我那双眼和她疼爱的小妹游位像 尤其是眼底那股不服输的劲 我红着眼听完 然后走上前去 跪坐在坟前 缓缓抱住了她 哥 我会替妹妹走出这座大山 16岁时 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 山路难走且遥远 我不得不住校 可学费 住校费 餐费等 这些都是在现实不过的问题 我不忍心让周年安 再为我负担这一切 决定辍学 可她早就猜到了我的想法 赶在开学前 她把学费住宿费都交了 哥 你哪来的钱 她笑笑语气淡淡 老屋卖了 老屋 那是爷爷留给她的 她把老屋卖给了隔壁老流头 拿了钱 偷偷给我交了学费和住宿费 老流头收房的前一夜 我和周年安窝在那方土炕上 望着窗外数了一夜的星星 我一直在默默掉眼泪 我是不幸的 这一生我被抛弃过 被领养过 被拐卖过 可我又是幸运的 因为我遇见了周年安 第二天早上 我们收拾东西 搬出了这座山村 周年安送我去学校 她穿上了唯一一件白衬衣 用剪刀将头发剪短了些 更显干净利落 她拎着我的行李走在前方 路过的姑娘都会朝她侧目观望 尽管 她走路时有一条腿微微薄着 我走得慢 在后面仔细端向着她的背影 那天阳光很好 聋着她周身 为她度了一层淡金色的光 我心里的花似乎开了 初开的情窦告诉我 我似乎 再没办法很认真的 把她看作哥哥 周年安早已提前找好了工作 她骗我说是做办公室的 包吃住 工作清闲 可她每次去看我时 掌心磨出了硬茧 指甲缝里怎么洗也洗不尽的淡淡黑剂 无疑不再告诉我 她在骗我 我很担心她 于是当周五她去学校给我送钱时 我在她走后悄悄跟了上去 她似乎很疲惫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我 我一路跟着 跟到了一家工地 工地上灰很大 尘土飞扬 闻得人直呛 可她似乎并不觉着什么 娴熟的戴上头盔 开始干活 周年安腿脚不方便 可她却半点没比身边三四十岁的工友们少干 我站在工地的角落 死死攥着拳 指甲深欠掌心 那尖锐的痛意 也半点没能压下心头的苦涩 周年安她 本来不用这么拼命的 她原本可以自己考出那座大山 端坐学堂 迎接她光明的未来 可是为了我 她选择了最辛苦的一种活法 今天风很大 工地漫天的风沙 没能迷了我的眼 可我却还是泪如雨下 我忍了气 去找了周年安的老板 把周年安给我的钱都塞给了她 求她把钱以奖金的名义交给周年安 她听了我的故事 半晌没说话 过了会她笑着问我 你就不怕 我把这钱私吞了 我摇摇头诚实回答 我觉着您不会 而且您应该也看不上这点钱 那个姓楚的老板门言笑了起来 她年纪也不算大 应该也就二十出头 也不知道她这个年纪 是怎么混到这个位置的 好 放心吧 钱我一定如数转达 我道谢离开 临走时又被她叫住 一张名片递到了我面前 以后遇见什么麻烦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犹豫两鸟 我收了名片 谢谢 楚老板的确说到做到 第二天 周年安便又来了我学校 他给我买了奶茶 又塞给了我一些钱 校门口的香章树下 他将钱卷做一团 塞进了我口袋 哥昨晚发奖金了 这些钱你留着 有什么想要的就买 这钱多多转转 竟又回到了我这 我将钱掏出来数了下 五百 可是 我昨晚塞给楚老板的 只有两百块 抽出四百塞回周年安口袋里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你发了多少奖金啊 五百 楚老板竟还自掏腰包补了三百 在我的坚持下 周年安拿回了四百块 那天他难得放假 带我去河边玩 城东有一条河 名为枪河 河水很清 也不算深 是人们露营避暑的好地方 周年安借了公有的电动车 在我过去 路上颠簸 我便撞着胆子 轻轻地还住了他的腰 周年安很瘦 却并不显雷弱 手搭在他腰上 能明显感受到 他腹部紧实的触感 他身子骤然僵了几分 却没说话 他骑得并不快 路上微风拂过 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淡淡的汗味 与香皂味混合 风在吹 还能闻到一丝极浅的烟味 工地上干活很累 周年安也跟着那些工友 学会了抽烟 但他烟瘾似乎并不大 我几次看见他口袋里露出的烟河 也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那种 路上我们谁都没说话 我悄悄将脸埋在他背上 心里不禁想着 希望这条路长一些 再长一些 可是再长的路也终有尽头 不知过了多久 电动车停下 我一偏头就看见了清澈的河水 下午的太阳没那么毒辣 我和周年安在河边走着 轻声聊着天 不知是哪来的勇气 我忽然问他 哥 你上班时 有没有遇见喜欢的女生 他愣了下 没有 怎么忽然问这个 我摇摇头没说话 隔了几秒 却又听见周年安轻声问我 你在学校遇见喜欢的男生了 我忽然有些心跳加速 犹豫再犹豫 我还是缓缓点头 可是不是学校里的男生 是他 其实班里并不是没有追我的男生 还很多 可是周年安就像是一座大山 挡在我面前 让我眼里容下别人 有他在 我怎么可能喜欢上学校里那些 正直青春期 心思浮躁的男同学 我犹豫了很久 却还是没敢把那份心思说出口 直到头顶一重 是周年安落在我发烧的手 他轻轻揉了揉 轻声说道 你长大了 如果喜欢上哪个男同学很正常 但是在考上大学前 还是要把感情放一放 以学业为重 知道吗 我张了张嘴 想要解释 我喜欢的人并不是哪个男同学 可愁出了很久 还是没能说出口 最后也只能点点头 轻声说好 我脱了鞋袜 在刚美脚踝的小河边汤水走着 不远处 一群孩子泼水玩闹 时不时的有水见到我们这边 很热闹 我看着站在河边的周年安 朝他招招手 哥 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时 我忽然捧起一弯水 朝他泼去 水花见识了周年安的法 可他并没有生气 反倒笑了 也聊起水朝我泼来 我们头一次无所顾忌的玩闹 直到 我身上衣服湿了些 夕阳一照 单薄的衣服湿漉漉的贴合着身体的曲线 几乎快要透明 周年安看了一眼 愣住 匆忙上岸 拿了他搭在车把上的外套 照在我肩上 轻咳一声 他神色像是有些不太自在 回去吧 天快黑了 周年安骑着车载我回学校 然而 竟已过了学校的门禁时间 好在今天是周六 周年安只能给我班主任打了通电话 选了个借口请假 我们没有住所 他宿舍又是几个大佬爷们混住的 不得已 他只能带我去了学校附近的小旅店 周末这里的住宿费用总是会涨一些 有点贵 为了省钱 我们开了一间 周年安从来是个正人君子 他把衣服扑在地上 准备席地而睡 被我强行拽上了床 地砖太凉了 上床睡吧 又不是没有睡过同一张抗席 周年安溜不过我 只得上来 关了灯的房间 他紧贴着床的边缘 刻意将被子堆在我们中间 不知为什么 明明不是第一次同睡一张床 但这次总觉得格外紧张 也许是都长大了吧 这两年间我个头窜了许多 身体也从过去的干瘦 渐渐变得有了曲线 周年安瘦了 也高了些 长期的工地生活 使得他褪去几分清秀 更显成熟 似乎 我们都再不是当初小山村里 那对单薄瘦削的兄妹了 我侧着身子 周年安 黑暗中 我轻声叫他的名字 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直呼其名 他明显也愣了下 没脑反倒笑了 怎么了 我深吸一口气 因为紧张手指不自觉地攥着衣角 我有喜欢的人了 是你 然而身侧却久久没有反应 很久过去 久到我甚至都以为他睡着了时 身侧竟真的传来极清的酣水声 周年安真的睡着了 我失望 却又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借着窗来月光 我凑过去悄悄看他 周年安有一张很好看的脸 清风即月 每一处轮廓都恰到好处 我想用手指描摸他眉眼 隔空触碰 却始终没敢将手落下 看了不知多久 我鼓足勇气 双手按着床面 轻轻地凑身过去 在他唇上吻了一下 蜻蜓点水般 我仓皇结束这个吻 回身躺去了床的另一边 他的唇好软 心票久久无法平静 我忽然又有些后悔 周年安曾经说过 他之所以养我 是因为我像急了他妹妹 他是真的 一直在拿我当妹妹的吧 可我却在周年安 不知情的情况下 悄悄玷污了他 我可真坏 那天我躺回床的另一边 辗转懊悔了好久 才睡去 半睡半醒间 似乎听见身旁 传来一道极轻的叹息声 停顿片刻 他又轻声笑了 第二天早上 周年安很早将我叫起床 趁着路上还没什么行人 将我送去了校门口 他将热乎的小笼包 塞到我手里 还有一杯豆浆 去教室吃 吃完休息一下就上课了 我点头硬着 脑中却莫地想起了 昨晚那一幕 月色朦胧的夜 狭小逼色的房间 我偷偷亲了他 脸瞬间红了 我拎着包子转身就跑 跑了两步 又叮嘱他给自己 也买些包子吃 他笑着说好 可我站在校门口 看他转身进了 早餐铺隔壁的馒头店 在出来时 手里只拎着几个馒头 教室里我吃了两个小笼包 将剩下的藏在书桌抽屉里 准备留到中午吃 这样可以省一顿饭钱 不想浪费时间休息 我拿出英语书 开始背单词 然而刚背了三个 便有人坐在了我书桌上 抬头 竟是刘志玉 他家塞钱 也把他安排进了 我们这所高中 他就在我隔壁班 因为有钱又混不吝 所以成了隔壁班一把 刘志玉瘦了些 但那张胖乎的圆脸 瘦下来也没好看到哪去 抬手在我桌上敲了敲 他笑得不怀好意 怎么 和你哥从小旅馆出来了 听见小旅馆三字时 我脑中嗡的一声 幸好 此刻班级里只有我们俩 将他从桌上推开 我故作淡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刘志玉笑得猥琐极了 怎么 穿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周春乐 我说你哥那个穷小子 怎么成了大善人 非要挣钱供你读书 原来是为了床上消遣 啪 我再听不到 一巴掌挥了过去 人生的前十几年 我流离失所 一直是顺从的懦弱的 可是自从被周年安带回家 我就有了依靠 性子也渐渐坚韧了些 刘志玉不敢置信地捂着脸 你敢打我 对 我深吸一口气 你再不甘不敬地诋毁他 我还打你 他只是我哥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 信不信有你 别以为所有人都像你那么龌龊 刘志玉忽然笑了 我龌龊 他朝前走了一步 挑着没笑 我当然龌龊了 这世界上 每个男的不喜欢这种龌龊事 对了 刘多多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你有空可以去和他取取经 问他平时是怎么伺候我的 你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你疯了吗 刘多多是你姐 什么姐他吃笑 捡来的 我也当初捡他回家 就是为了给我做媳妇的 我忽然想起 那个被罚占的雪地里 多多来给我塞糕点时 走路的一样 又想起当初和周年安说后 他眼底的愤慨与无奈 原来如此 这个畜生 我气得浑身发颤 在想抬手去扇他巴掌时 手腕却被他牢牢攥住 刘志玉的力气 比我大了不知多少 他死死按着我 冷笑着说道 别给脸不要脸了 你们这种被拐来的女生 见命一条 还想做什么反抗 今天放学 小旅馆201房间来找我 不来的话 他冷笑 那你和你哥上床的事 就等着传遍全校吧 说完他甩开我的手 转身出了班级门 我盯着以空的门口 弄了很久 眼前一闪而过的 是那天雪地里 多多离开时 亮腔的落寞背影 我趴在桌上 哭了 哭多多 也不只是哭多多 哭我们这种女生 身如扶贫飘飘零不定 一条性命 或许还不如 夫人家养一条狗之前 如果不是周年安 我的处境绝不会 比多多好到哪去 下课时 刘志玉又来找过我 说的也无非是提醒我 放学记得去201之类的话 他是隔壁搬出了名的字头 忽然来找我 旁边同学都悄悄 朝我这边看着 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听见 刘志玉低声和我说的话 我没空理他 翻出书来 继续做数学题 我在学校的每一分钟 都是周年安 流着汗症来的 我没资格浪费 晚上放学 我当然没有按照 刘志玉所说 去那个小旅馆 和往常一样 我去食堂买了一个馒头 一包榨菜 然后带回宿舍 就着热水吃下 点灯学习 一夜平安无事 然而 第二天 我照旧早早去班里学习 却再次被刘志玉 堵在了班级门口 我不想和他多接触 转身下楼 却被他抢先堵住 昨晚我可是在房间里 等了一夜 他身手暗墙 以一个自认为 很帅气的姿势 可实际上 从我的角度 刚好能看见 他那倔强冒出的几根鼻毛 好恶心 我不敢开口 生怕吐出来 不给面子 我冷冷看他 刘志玉 我对你没兴趣 也不可能在高中谈恋爱 如果你再纠缠我 我会去找年纪主任 如果再来说些 不三不四的话 我会报警 刘志玉忽然笑了 不会在高中谈恋爱 说的好像个真杰猎女 实际上呢 还不是和你哥 钻了小旅馆 行啊 我给出你解决办法了 你不听 那我就没办法 替你隐瞒你 和你哥那点烂事了 不等他说完 我转身就走 这种烂人 即便我和他服软讨饶 他也照就会把谣言传出去 反正 轻者自轻 果然 谣言瞬间传开 短短一上午的时间 班里同学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细血 暧昧 又带足了嘲讽 我深吸一口气 装作没看见 继续低头学习 本以为事情会很快平息 然而 有着刘志玉的推波助澜 那些谣言一时间 更是甚嚣尘上 无论我走到哪 都有人议论纷纷 我咬牙忍着 尽量让自己不去听那些声音 反正我在班里也没有朋友 都是同学而已 两年后一毕业 谁还记得谁 然而我没想到 事情会越闹越大 谣言甚至都传到了老师耳中 几天后 我被班主任叫去了办公室 尽管竭力解释 还是被叫了家长 我不知道周年安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是什么心情 我只知道 从工地到学校20分钟的路程 他十几分钟就赶到了 而且 为了怕给我丢人 他专门化了白衬衣 还刮了胡子 进门时他走得慢 有意掩饰那条腿的缺陷 刘老师 他进去后 我被班主任从办公室里赶了出来 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不得而知 周年安再出来 已经是20分钟后 他推门出来 脸上引路皮态 却在看见我时愣了下 你怎么没回去上课 在等你 我走上前摇摇唇 哥 对不起 他揉了揉我的头发 声音很轻 你对不起我什么 你又没做错什么 别乱想了 回去上课 他的手在我脸上捏了下 放心 有哥呢 我回班落座后 周年安刚巧 从我们班级门口路过 因为腿伤 他走得很慢 但并没有朝班里看过来 我听见后座的两个女生 压低了声音悄悄议论 外面那个穿白衬衣的 是我们学校的吗 好帅 应该不是吧 是挺帅的 就是可惜 走路好像有点薄呀 我翻开书 将议论声抛之脑后 我要学习 也只能拼命学习 放学后 我在宿舍肯馒头时 偶然听见回来的室友们 低声议论 听说了吗 隔壁班 那个刺头刘志玉 被人打的 真的假的 谁敢打他呀 就在咱们街头 那个小巷里 听说 好像对方是一群民工 听见民工二字 我抓着馒头的手 瞬间一将 接着便听见他们又说 也不知道刘志玉 怎么惹着那群人了 带头的男生挺年轻的 长得帅 下手又狠 就是好像腿脚有点问题 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便已经跑出了宿舍 小巷口围了些同学 我推开人群 一眼就看见了周年安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 那个始终温润如玉的男孩子 此刻单手攥着刘志玉衣领 拳拳倒肉 狠着声警告他别再来找我麻烦 哥 我跑上去拦他 别打了 打坏了我们没有签赔 被我拦下周年安才停了手 而在他身下 刘志玉被砸出了鼻血 衣服也被扯烂 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见周年安停手 他连忙踉枪的站起身 连个屁都没敢再放 转身跑了 周年安淡淡看着他的背影 别再让我发现你缠着春乐 否则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刘志玉逃跑的背影一僵 没敢说话 我握住他的手 抬起仔细看了看 手背上一片擦红 我心疼得厉害 正想带他去买些药膏擦一下 周年安却忽然抽回了手 将手背随意在功夫上擦了擦 他后退一步与我扯开距离 他笑笑 来得匆忙 没换功夫 小巷口围的人多 让你同学见了 不好 说着他低声叮嘱我 我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走到巷口 我朝着他的背影喊道 哥 路上注意安全 周年安离开的背影僵了下 回身 他笑 好 刘志玉从小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自从被周年安待人 在小巷里打了一通后 他倒也再没敢来找我麻烦 那些关于我的吉南天的传言 也都被渐渐淡忘 当然 偶尔也会有人提起 我都当做没听见 继续认真学习 反正我独来独往惯了 而且我有周年安就够了 我不需要朋友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高二 高二开学 班里赚来了一个女生 苏运 他走上讲台 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 然后毫不犹豫地 走到我身旁的空位坐下 我们就这样成了同桌 我们性格完全不同 他热情大方 性子活泼 眼里永远燃烧着激情 而我 沉默隐忍无趣 我的世界里除了学习 就只有学习 当然还有周年安 可是这样的我们 偏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苏运经常带我回家 他妈妈是一名音乐老师 很温柔也很热情 在房间里唱歌 苏妈妈听见了 还心血来潮 纠正了一些我们的发声技巧 那是我第一次直观的 真正接触音乐 心里忽然间被种下一颗种子 悄然开花 与周年安种 在我心头的那颗并遞而生 之后的日子 我依旧努力学习 不敢有丝毫懈怠 可是在学习之余 我彻底痴迷上了音乐 苏妈妈说 我在音乐上很有天分 可是我没有钱 也没有时间去学习音乐 凭着我那三脚猫的功夫 在高二下学期 我悄悄写下了一首 并不成熟的歌曲 我为他取名春山念安 希望有一天 能真的将他制作成曲 唱给周年安听 很快 高中生涯接近尾声 三年苦读 终于迎来了 改变命运的一场考试 此刻距离高考 还有十三天 放了学 我在宿舍吃着包子 背英语单词时 忽然有室友回来转告 说校门口有人等我 我本以为是周年安 然而出去一看 却是刘多多 他穿了条黑灰色的裙子 扎了马尾 笑着朝我白白手 春乐 快来 我和多多很久没见了 周年安的屋子卖了 我们没处可回 按多多的境遇 刘老头也不让他离开 那个小山村 他练了兜零食 热情地塞到了我手里 快吃 这些都是买给你的 你哪里来的钱 多多笑了笑 眼底几分落寞 我挣钱买的 现在我离开了刘甲 独自带着孩子在县城打工 孩子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字眼 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谁的孩子 多多仍旧笑着 我的孩子 那一刻 我无法形容心里 究竟是重什么感觉 两年前 刘之遇说起多多 如何伺候他时的话语 瞬间化为利刃 在这一刻重重插在了我心上 深呼吸 我轻声问他 孩子是刘之遇的吗 多多愣了下 摇头 是 他爷爷的 刘老头 他 畜生 一家子畜生 我气得身子发颤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多多看我一眼 用手背开了下眼睛 勉强笑道 我在租的房子 就在你们学校附近 这回孩子 正托邻居带着 你晚上有事吗 去我家里说吧 说着他伸手抱住了我 春乐 我好想你 我鼻子一酸 回手抱住了他 我这一生无父无母 除了周年安外 就只有两个朋友 后来认识的苏韵 和这个绅士 比我更加坎坷些的多多 这两年我经常会想他 想我们曾在一起玩耍的时光 想他每次有了好吃的 舍不得吃 偷偷省下一半 留给我实现宝般的模样 我和多多一路聊着 回了他家里 我本打算坐一会 看看他生活的环境 就回去学习 然而房门关上后 我却看见了床边坐着的刘志玉 他怎么在这 身旁 多多从床上抱起几月大的宝宝 目光躲闪着 不敢看我 他低声啜泣 春乐 对不起 他拿宝宝做威胁 对不起 他抱着宝宝轻轻晃着 一眼不敢看我 没时间与他争执这些 我转身就跑 大晚上的 刘志玉让多多把我骗来 究竟是安的什么心思 用脚趾想都知道 然而我还是晚了一步 明明右手已经按在了门坝上 却还是硬生生被刘志玉拖了回去 巴掌如雨点般落下 刘志玉明显是想要先将我打扶 断了我反抗逃跑的心思 可他大概没想过我会反抗的那么激烈 我拼命地挣脱他的肢骨 手被按住了 就用脚踢 脚也被禁锢 那就用头去撞 刘志玉被我弄得很是狼狈 他将我按倒在地 腾出一只手去捶我衣服时 我就抄起手边能抓到的一切东西 朝他身上砸着 屋里乱作一团 咄咄怀里的孩子被打斗声惊道 哭声嘹亮 可是我的力气终究还是照刘志玉差得太远 尽管我拼命反抗 最后还是被他死死按住 他抄起一旁的烟灰缸 毫不犹豫地砸在了我头上 头部传来剧痛 我瞬间眼前一黑 好疼 有什么东西流了下来 鲜红渐渐模糊了视线 是血 怎么不狂了 头顶传来刘志玉的冷笑声 不是挺能装的吗 呸 他朝我脸上吐着口水 他想要阻拦 却更加没了力道 再怎么挣扎 衣服还是被他扯下 旁边是多多和孩子的哭声 他忽然朝着刘志玉跪了下来 我求你了 放春乐吧 他马上就高考了 他 他 刘志玉随手扇了一巴掌 骂道 有你什么事 滚 装什么姐妹情深 你的好姐妹 可是你亲自骗过来的 多多抱着孩子 却还是被他一脚踹开 头越来越晕 我拼命咬着舌尖 想要保持清醒 可反抗的力道 还是越来越弱 身上的衣衫越来越少 到后来 只剩下一件壁体的布料 我颤抖着彻底绝望 然而 在他朝着我最后一件衣物下手时 门外竟响起了周念安的声音 是我的错觉吗 我睁大了眼 然后便听见踹门声 一声 两声 砰 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后 房门被踹开 周念安的身影 竟真的出现在了我视线中 他只看了我一眼 眼睛瞬间红了 周念安将我从地上抱起时 手都在发颤 他用外套罩在我身上 保全着我最后的尊严 将我放去床边后 他深吸一口气 随即转身 徐氏两年前被周念安打怕了 再见到他 刘志玉原本嚣张的气焰 竟也瞬间消失 他愣了两秒 猛地转头看向刘多多 你告诉他地址的 刘多多抱着孩子 小声哭着没有反驳 周念安缓步走向刘志玉 脚虽搏着气势去害人 他是真的动了怒 这回他将刘志玉压在身下 拳拳倒肉 刘志玉脸上都是血 再打下去会出事的 可是这时多多站在一旁 忽然说到 念安哥 我有个秘密 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渺渺他 当初是被刘志玉糟蹋了 才会死在山上 周念安的手 瞬间僵在了半空 就连我都震惊地说不出话 渺渺 周念缺 周念安当年惨死山上 葬身狼父的妹妹 一听这话 刘志玉瞬间崩溃了 你想让他弄死老子是吧 转头对上周念安通红的眼 他又瞬间捏了 解释时声音都打着颤 我没有 哥 他瞎说的 你妹明明是被狼吃的 怎么可能和我 就是他 刘多多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指他 我从村里一个孩子口中知道的 那天他也上山踩东西 无意间撞见了刘志玉糟蹋淡淡淡 但他当时年纪小 胆子也小 他自己也和淡淡一样 就没敢告诉任何人 他和他爷爷都是畜生 禽兽 没什么做不出来的 刘志玉彻底慌了 我没有 我真没有 我 我就是看他长得可爱 在山里抱着他亲了亲 我发誓我就摸了摸 别的什么都没做 他是自己摔下山去被狼吃了的 他慌不择言 全都认了 看着周年安瞬间阴沉下来的表情 我心里一沉 哥 我想上前去拦他 可刚刚失血过多 刚走两步便因头晕被杂物绊倒 抬头时 周年安以抄起一旁的椅子重重 砸在了刘志玉头上 先泻四箭 刘志玉当场就没了动静 周年安双眼心红 高举的椅子竟还有再砸下去的意图 哥 我几乎是连滚带的过去 将他拦下 别打了 再打要出人命了 我死死抱着他 半点不敢松手 不知过了多久 周年安扔了椅子 整个人踉跄地坐在地上 他沉默很久 然后将脸埋在掌心 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年安哭 在我心中 他一直都是无所不能的 那个受削的肩膀 总是能替我撑起整个世界 可是此刻 他垂着头失声痛哭 妹妹的死一直是他心中的痛 那个乖巧懂事的 和他相依为命的妹妹葬身狼腹 本就已经是他迈不过去的坎 两久他抬起头 红遮眼拨通了报警电话 很快 救护车停在了楼下 医护人员抬着单架上来 将刘志玉抬上了救护车 而我和周年安 则被随后赶到的警察带走 高考倒计时11天 刘志玉经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周年安作为杀人凶手 被警方拘捕 刘老爷子整天在警局门口 扯着横幅哭嚎 说他死了孙子 断了香火 要让周年安一命长一命 刘多多也报了案 他状告刘志玉和刘老头 对他多年来的侵犯 第一次被那爷孙两个畜生强迫时 他甚至还不满14岁 调查过后 刘老爷子成功地从警局门口 进到了警局里 他也被抓了 对一个未成年 甚至当时不满14岁的小姑娘 做出这种畜生不如的事情 因情节恶劣 按照刑法第236条规定 刘老爷子被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 只可惜 刘志玉死得太过轻巧 我一想到周年安唯一的妹妹 在葬身狼妇前 还受过刘志玉的猥亵与侮辱 就觉得心里刀脚般的疼 我都如此 更何况是周年安呢 高考前一天 我见了周年安一面 他穿了牢服神色憔悴 眼底是大片的乌青 我准备了一堆想说的话 此刻却尽数堵在胸口 一句话也说不出 当时眼泪速速落下 哥 周年安是我见过最好的男孩子 温柔坚定善良 他不该落得这样 他朝我笑笑 在看见我的那一刻 原本一片死忌的眼底 才渐渐唤起光彩 别哭 他看着我笑 语气平静而温柔 却给我一种 像是在交代身后式的错觉 他亲身告诉我 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 有一张银行卡 立马是我生日 里面是他存的全部家当 里面的钱 是用来让我学音乐的 他笑 哥这辈子已经这样了 但是 我希望你能按照 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 如果有一天 我能走出监狱 希望能听见周春乐的歌 传遍大街小巷 我哽咽着说会的 他一定会走出去的 我一定会做给他看的 可是 这时的我们 谁都没有信心 毕竟涉及人命案 如果周年安被判死刑了呢 如果 我不敢想 我哭得快喘不过气来 相比较 周年安倒是淡定很多 他始终红着一双眼 轻声安抚我 临走时 他静静看着我 我没事 别让这些事影响你 明天 高考加油 别让歌失望 我用手被抹了一把眼泪 好 三年寒窗 苦的不是我 是周年安 最后这场考试 我不敢让他失望 哪怕此刻的他看不到 高考很顺利 我发挥正常 应该能够考上理想院校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 我什么都没想 木然地离开 却不知该回到哪去 宿舍 我总不能高考后的假期 也赖在宿舍里 回家 为了我上学 周年安的老宅已经卖了 我无处可去 便找了一份包吃住的兼职 我每天拼命工作 挣到的每一分钱 都存进了周年安留给我的那张卡 我四处求人 甚至去找了市里最著名的律师 想要求他就去周年安 可是 楚总 名片上 他的姓名那里赫然写着 楚石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咖啡厅 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很拘谨 双手捧着温热的咖啡杯 无措地打量对面的男人 老实来讲楚石很年轻 看样貌看气质 也的确不像是个包工头 楚石抿了口咖啡 看我 说说吧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年安不像是个冲动的人 我便简单讲述了一遍 讲完楚石 眉头便皱了起来 低声骂着 畜声 这两字 当然是骂那个 已经死了的刘志宇的 冷静过后 楚石名口咖啡 应了下来 周年安的事 我管了 律师方面 我会去找 我连声道谢 可是下一秒 那张银行卡 便被他递了回来 卡收回去吧 钱是周年安留给你的 你回去 该上学上学 该学音乐学音乐 我是周年安的老板 帮他打偿官司 天经地义 这张卡 无论我怎么说楚石 都不肯收 江咖啡一口气闷了 楚石起身 你慢慢喝 我结过账 先走了 楚石办事效率很快 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说 律师已经请好 对方正是我三顾茅庐 却连面也没见到的大律师 周年安的判决出来了 法院判定他是过失杀人 但因刘志玉的犯罪行为 且周年安是主动 拨打电话报警的 最终法院判处 他有期徒刑12年 12年 周年安人生最美好的12年 需要在监牢中度过 然而就在 我要去找他的时候